伊丽静窒息室的采访有多可怕 你后来和周星驰又见过面吗 没有 那如果现在真的是见到周星驰的话 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有代表作吗 大家比较多了解的功夫啊 天心配是我的代表作 天心配会是你的代表作吗 当伊丽静遇上主欲 这一局谁赢了 我看到你特别抵触 别人在说你强势 可能是因为你掏了出那种自信和笃定 其实是会冒犯到别人的 怎么会 我不相信 为什么大家会批评你 矫情假不忠诚爱秀之类的 真的假的 我觉得你这点太过了 感受的话在一丢丢手中错了 在说您是绅士是吗 应该是这样吗 应该是这样吗 您选择了抖音 是会是向流量妥协吗 或者是经不起流量的诱惑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敢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就上了一次抖音的直播 尝到甜头了 尝到甜头了 苏鸿雷被对到怀疑人生 我真的不看中任何奖项 那是现在吧 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奖项里都有黑 没有潜规则 你在这样的奖项里获得过奖吗 我突然间不会讲话 不会装 采访是要装 不是你 他问的那些问题 面对伊丽金的犀利提问 郭敬明战术性喝水 还有谁没看过这段采访 您获过国家一级的奖 没有 无论是小品或者是喜剧话剧 都没有 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这话听着内容好多 对 你懂的 能不能给赵又婷留点活路 很排斥 或者是不愿意商业打片子 是的 算是从第一部片子 接的应该都是商业片吧 李奥纳多 尽管她演的一模一样 我还是觉得很好看 每一部戏都演的一模一样 这是夸人的话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